首先的话,直数判断先执行 这边会出现说请输入一个整数 那当然我就随便输入一个整数,52好了 我不知道确定说到底52是不是一个直数 那这个时候当然我们会需要什么,先输入之后 输入的话当然,程式里面你可以用什么 用input,input可以把,这个就是input 请输入一个整数,把值放进来,52 那这个时候当然,因为一定要是整数 所以他如果输入小数点,你变成说你外面可以包一个rint 可以把那个小数点部分把它去掉 留下这个整数,放在prong这个变数里面 这个变数名称自己取的 接下来的话当然我们需要什么 就是检查一下他能不能被除了1 和自己本身以外 所以除了1和自己本身,那就是一个范围 所以你就可以很直觉想到说 那这个就是跑一个回圈 for i in range 那我除了1以外 所以从2开始 到哪里呢?到自己本身 自己本身,这个52丢到prong 所以就是到自己本身以外 所以就前一个 所以刚好你把52放在这里的话 他就到51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是让他做一件事情 做什么呢? 让他去除除看 除除看之后能不能整除 所以我就把这个prong这个整数 放在这边 然后跟i去除除看 除完之后如果能够整除的话 那表示怎么样? 他就不是直数了 所以你会发现我多了一个变数 这个变数的话叫reout reout当然这个如果太长 你可以把它改成r 改成短一点改成r也可以 那这个reout的变数是什么用途呢? 主要就是说 如果他假如是直数的话就是0 也就是说他不能被 0的话是等于是 在那个程式里面就是等于是false ok 那也就是说 不能被其他数整除 那我就把他这个地方 给他一个值就0 ok 或者你这边可以给他false也可以 只是说你如果打一个false 相对你变成要输入比较长 像在那个程式里面 你可以打false 那false的话呢 基本上也等于 在那个程式里面的话 基本上也等于是 打错了 那也等于是那个什么? 也等于是 这个 等于是关 等于是开关的关的意思 那这里的话 我比较习惯就是 如果你打false 其实相对的 程式会打的这个 这个质数比较多 所以一般习惯 我就用0来代替false 用1来代替true ok 也就是说 如果假设是直数的话 那他永远会保值是0 所以初值是0 那如果他不是直数的话 那我就当他被整除的时候 就跑到这边来 把relaught里面的词 改成1 那1的话呢 在这里或者程式里面 基本上就 就代表是true的意思 ok 那所以我这边的话 假设啦 他一直都不能被他中间的所有数整除的话 那相对的他会是0 所以0的话呢 在这个底下的逻辑 那当然就不会是等于1 那就会跳是直数 反之的话 如果说他中间有被其他一个 就是说其中一个整数整除的话 那就会把relaught变成1 如果变成1的话 大家相对的 这个地方他会跳不是直数 ok 所以其实基本上逻辑大概是这样子 里面的话第一个 我们先让那个程式做输入动作 输入我前面讲过啦 这个input 会带一个字串 一个文字 所以如果你假设输入52的话 到这里 他基本上呢 会是一个52的文字 那经过int之后呢 才变成52的数字 所以这个外面的双引号就拿掉 52的一个数字 ok 然后让他跑跑看 ok 那可是问题喔 假设说我程式写完之后 我希望能够简化这个程式的话 其实跟各位讲喔 这边其实有点程式太过琐碎啦 为什么有同意说 老师这个地方 如果说假如他已经被整除的话 那理论上应该就可以直接print什么 print不是直数啊 也就是你干脆这个reout等于1这个地方 其实就直接怎么样 可以把这一行搬到这边来 但问题来了 如果你把这一行搬到reout等于1的位置的话 诶 那这直数部分喔 会产生其他问题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喔 想想看有没有办法写出一个判断直数的程式喔 那把画面先还给各位 你们先试试看这个部分喔 不 嗯 嗯 对